美国民主党出动了王牌催票机了 前总统欧巴马献身摇摆州冰州首度为拜登站台 他到底说了些什么 Focus说新闻交给慧评 好的谢谢新话 这个美国总统大选倒数12天 我们终于看到民主党有一个超级政治明星站出来了 那就是美国前总统欧巴马 他来到冰州费城这个地方 在一个大型的停车场里面帮拜登来站台 这也是选战开打以来 我们第一次看到欧巴马在公开场合帮拜登造势 但很可惜的是因为拜登 他为了准备这个礼拜即将登场的美国总统大选辩论会 所以他一直在家里面闭关准备当中 所以我们看不到两个人合体的画面了 而欧巴马为什么会选择到冰州来进行造势呢 因为这里他其实在四年前 2016年他也曾经在这里帮希拉蕊站台过 这里有20张的选举人票 当时大家都认为希拉蕊一定能够稳上 一定能够拿下冰州没有问题 结果没有想到最后还是以些微的差距 在这里输给了川普 那个时候还被大家笑说 希拉蕊真的是大意识冰州 而这一次民主党之所以这么重视冰州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那就是这里是拜登的故乡 如果这里再输给川普 那不是让拜登颜面无光吗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欧巴马在这里 展现了他的妙语如珠 他向选民喊话说过去四年 我曾经感到愤怒也曾经感到沮丧 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失去希望 向选民喊话句句都是激励人心 欧巴马还有哪些精彩的演说片段 我们一起来看 Angelo Philadelphia M我第一次工作ブ�id时 mit比我15年生 能的 быв不少 我十分自 Beruf 你们从那中年 提过我比较多多按 alltså 这这年 工作在冰箱 那是怎麼可能 多少人在這裡 有多少錢比那些 我們知道他繼續 跟中國的商業 因為他有秘密的 中國銀行帳戶 你能不能想像 我當我當時有秘密的 中國銀行帳戶 我當我再選擇 好 我們看完歐巴馬 振奮人心的演說之後 這也為這個選戰 敲響了戰股 但是距離12天之後 就要投票了 現在美國的選民 除了興奮之外 也帶有一些憂慮 為什麼呢 大家都很在擔心 大選當天 有沒有可能晚上會爆發 所謂的暴動發生呢 由於因為這個 美國國土安全局的官員 已經出面呼籲 希望選民能夠保持耐心 因為今年呢 大選當晚要揭曉 這個選舉結果 恐怕是不太可能 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全美有將近 8200萬的選民 登記為缺席投票 這個所謂的 absentee voting 就是說我沒有辦法 親自到投開票所 所以我以郵寄方式的來取代 那這樣也就導致整個 這個所謂的開票過程 會變得相當的繁瑣 而且冗長 不過美國總統川普這方面 倒是不斷的疾呼 他希望大選當晚 就要看到結果出爐 而這樣的情緒 也持續在他的支持者當中醞釀 所以如果大選當天我們看不到結果 川普的支持者有沒有可能會起來暴動呢 這是大家很擔心的問題 那再來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美國的新冠肺炎疫情 現在全美的住院人數不斷的上升當中 估計42個州都在激增 而且其中14個州還創下了新高 而且不只如此 美國前FDA的局長也出面警告大家 希望大家一定要特別小心 因為在一個禮拜之後 美國就會進入所謂的秋冬天氣變冷了以後的 這個所謂疫情的黑暗高峰 那下個禮拜選戰就要登場了 所以到時候有沒有可能 因為種種的這一些心理壓力 其實就讓全美的這個所謂的槍枝開始大賣 統計今年1月到7月這6個月之間 全美竟然有超過500萬的槍枝 首購組買槍防身 但是呢這個槍枝這個銷售量估計今年會達到40% 是去年的兩倍以上 但現在專家很擔心一個問題 這500萬的首購組他們真的會用槍嗎 對於槍枝缺乏知識缺乏熟悉度來講 佩戴槍枝在身上 對於他們還有其他人的安全來講 是不是更大的隱憂呢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到 這個美國選前的人心惶惶 同樣還爆發了恐嚇事件 畫面轉到美國佛州 這裡有民眾選民報警說他們收到了署名為 Proud Boy 這個所謂驕傲男孩右翼組織的信函 電郵裡面說如果你不投給川普 那你就等著瞧吧 就美國FBI立刻就介入調查之後說 現在就認為是伊朗的駭客所為 不過在選前12天爆發這樣敏感的新聞 也讓外界認為是否不單純呢 我的反應是說這真是可惡的 他們甚至想要去判斷 一個人像這樣 我們希望人們要去判斷 它們就跟著它們 做什麼正確的 we have confirmed that some voter registration information has been obtained by iran and separately by russia we have already seen iran sending spoofed emails designed to intimidate voters incite social unrest and damage president trump